第211章 靚女 還差什麼? 阿丹二弟,等等 本大卓,稍後回來 陳卓扔了一句話之後 就跑了出去,去了雜物館 找了鞋,又找了首飾 這些首飾,對於陳卓來說 一點價值都沒有 說不定,哪一天他來玩的時候 玩一下玩一下就不見了 配上首飾,再配上一雙 抖領鞋的高跟鞋 還差什麼呢? 咦,手機呢? 貓三弟,黃小貓 陳卓拼命在喊 黃鼠狼一聽到陳卓叫他 就立即抱著手機衝過來 顧著上氣不接下氣 什麼事啊? 陳卓一手拿過手機 在手機上點來點去 找了一張相片出來 遞給彈二弟 你按著他的頭,弄到自己頭這樣 幸好彈台明月,不認得現代的文字 如果讓他知道 陳卓在搜索欄上 怎樣搜索這張相片出來的話 真是吹脹他 他搜索欄上只寫了兩個字 美女 黃鼠狼又是展現了他另外的一面 找一些護士 自己的化妝品過來 簡單地畫了一個淡妝 嘩,鋁王鹿啊 嘩,彈二弟 你看看你這個鋁王的氣質 真是懶得死死的 陳卓忍不住 只能稱讚是鋁鬼王 但是彈台明月就好不舌地 哼了一聲說 劳家本來就是王 何須懶得 陳卓拖著下巴 皺著眉頭 看著彈台明月說 彈二弟啊彈二弟 你是樣樣都好 硬是須在個名 不知為何好像鋁到爆 你這麼多姓 你不姓 你是要姓彈的 你 彈二弟 彈二妹 哎,總之什麼蛋都難聽 淡台明月真是火都來了 你這死瘋子又沒有文化 找著他來搞 整個上週的陳卓 就陷入了換衣遊戲當中無法自拔 到了下週 他才發現 原來交拖底橫T恤短奏 才是他的真愛 他還不知在哪裏 找到一本鱗魚回來 夾在一個屁股底那裏 鼻樑上面 扔著金絲眼鏡 扮得好像老學舊那樣 在精神病患者群裏 走來走去 見人就問 你知不知 收視之瘋 看你的娘樣 電視未見過 我跟你說 本大卓 就來要想收視之瘋 陳卓拼命 在耍命 自己要想收視之瘋的消息 就連阿遠醫生他都不放過 他蹲在阿遠醫生的走廊外面 趁他去廁所的時間 就站在距離阿遠醫生十幾米遠的地方 對著他動的鐘子在喊 猴子乾 本大卓明天就要上電視 本大卓要和一千個愚蠢的人去戰鬥 等本大卓打贏他們 再回來跟你決一死戰 說完之後 陳卓自認為很瀟灑地 是自認為 走了 阿遠醫生就看著陳卓 好像發怨地叫了一輪 又走了 他即場就懷疑 陳卓的病情是向好方面發展 還是惡化了 他無奈地另一另一頭 拿手機出來 露出一末的微笑 不要理那麼多 還是解決了自己後半身的幸福 而在陳卓賣力的宣傳下 整個青山精神病院的人都知道 陳卓準備上電視 就連青山精神病院外面走過的老人 都知道這個消息 陳卓是由早上發溫發到晚上 中間從來都沒有休息過 吃完晚飯之後 他嘴巴說睡不著是睡不著 怎麽樣躲上床 兩分鐘都不夠 便扯了鼻寒 還一覺睡到大天光 伴隨著窗邊的烏鴉聲 陳卓又醒了 他另一頭過去 看一看窗外面的天 再看一看窗外面的太陽 好無忍地收回視線 有什麼事 有些不妥 他熟一聲就另一頭過去 天呢 那些陽光呢 陳卓站住一間屋仔 在住院部的一樓 現在從窗口那裡看出去 外面是綠柔柔一片 整個大院都被雜草 全部遮緊 喂小貓 不要睡了小貓 黃鼠狼就被陳卓搖醒了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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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的頭 順著陳卓的目光 就望向窗外面 突然間 他瞪大他的對綠豆眼說 我整這個債啊 阿賢是想橫然的形齒生能出來啊 那些錯誤比我的 蛇利妹 陳卓又反問 是呀 阿賢呢 前天剛剛激劃出來的天庫 可以加速一些植物生長啊 阿賢一直都想告訴陳卓 自己覺醒的天賦技能 可惜 這兩天呢 陳卓的作息時間 跟他完全相反 所以一直都沒有機會說 黃鼠狼拿起手機網網的時間 已經是六點半了 馬上說 陳卓快點的醫生 六點半 一會兒電視台部車來摘你了 就是這樣 一人一鼠 騰了雞手忙腳亂的 拿著毛巾牙刷衝去水房 他們兩個用了足足三十秒的時間 洗完臉刷牙 而陳卓的早餐 淡台茗玉已經拿了回來 今天的家餐是白草夫 是劉曼霞他們 特地幫淡台茗玉找回來的 陳卓吃得很好吃 照舊一點反應都沒有 不過淡台茗玉已經慣了 洛伯草夫也純粹只是例行公事 第212章 開冷氣 八點鐘 在青山精神病院外面 收視之顛蘭牧組的麵包車 就停在門口 兩個工作人員 看著精神病院裡面 生到整個院都是雜草 就陷入了深深的懷疑 喂 我們沒有走錯嗎 沒有啊 你道比的地址是這裡 導航都是來這裡 但是這裡整個院都是草 看怕一年都沒有人打理過了吧 在兩個人疑惑之際 李青山帶著一輛小型的貨車過來 在貨車上面 就下來幾個工人 還搬了一台產草機下來 兩個工作人員一見到 就趕快上去問 你好啊 借問一聲 這裡是不是青山精神病院 是啊 李青山一路回答 就一路看著他們身後面那輛麵包車上面的紙 你們 是收視之顛蘭牧組的人 是啊 是啊 我們特地來接陳大師去錄節目 唉 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你們趕時間 就可以在後門進去 現在這裡 呵呵 你們見到的 李青山也免得解釋這麼多 誰會相信一夜之間 這草生成熱帶雨淋 那樣 如果他不是自己親身經歷了兩次 他自己也不相信 青山精神病院的大門口 那些除草工人 就開始了他們的忙碌 而李青山 就帶著收視之顛的工作人員 從後門進去醫院找陳卓 黃鼠郎就幫陳卓準備了幾套換洗的衣服 由擔台明月收進體內 就是這樣一人一鬼一鼠 就上了蘭牧組的面包車 李青山就去了陳卓之前那間屋子 度尺寸 那間屋子遠離住院部 雖然小便小了些 但作為煉單房都應該足夠了 最關鍵 這間屋子是平房來的 就算是再爆一次 炸了 受損的都是這間平房而已 李青山都不由得感嘆自己實在是太聰明了 在家裡 他老婆不支持他煉單 難道這樣他不做收視了嗎 讓他到時真是一個這麼幸運 練一顆延年益壽單出來 踏在他老婆面前讓他看看 看他老婆到時還能不能再加多一句 陳卓穿著昨天選好那件綠毛恐龍衣服 臂樑上扔著金絲眼鏡 頭上戴著比卡超的針織帽 踢著一對涼鞋 現在是嚴嚴的八月 好啊 幸好有淡台明月這一塊大冰塊坐在陳卓身邊 在車裡面 連冷氣都不用開 他還在精神病語那裏 數了那本輪語出來 坐在車上面裝模作樣 開始看書 哇 陳大師 真是博學多才 副架位上面的工作人員 純粹沒有話題 沒理由整個程度都這麼靜局 這麼尷尬 其實陳卓哪裏看得清書上那些字 那個四眼仔是一個超級近視腦 這副眼鏡被陳卓戴著 他看什麼都是蒙茶茶 他眼裏面的鱗魚 裡面的黑蒙蒙一炷 黃鼠狼望了一眼陳卓 就幫他回答 噢 是呀 陳大師平時沒有事 在家裡都是喜歡看詩 打花時間 對呀 我們要開邊 噢 今天是初級選拔賽 因為選手的能力不同 這一期就有100個人 都是安排在一棟酒店裏面 唯一的任務 就是在酒店那裏住一晚 這樣便會晉級 至一晚 不是這麼輕鬆吧 黃鼠狼反問 噢 當然沒有這麼輕鬆 選拔賽 和節目組合作的鬼 都會以各種手段 去驅逐選手離開酒店 萬一他們出了酒店 便算是晉級失敗 副教委的工作人員 突然覺得 那些冷氣這麼冷 於是就跟司機說 喂 好冷呀 關小一點冷氣 司機是拋頭 回答他 我沒有開冷氣 黃鼠狼望了一眼淡台明月 就說 不可以試一下 我們試探的是陰氣 用來降溫的 不過你們不用擔心 我們經過處理 卡日人態 是無害的 黃鼠狼不敢說 是鬼氣 怕嚇到面前這兩個人 不過就算是陰氣 都搞到兩個工作人員 啞口無言 用陰氣 作為武器的收視 他們是見過的 拿來當冷氣 用不需要這麼浪費料 黃鼠狼探了兩張 陳出畫到花綠綠的符咒出來 這裏還有兩張符咒 如果兩位不嫌棄 就送給你們 當是經免禮 哦 不嫌棄 不嫌棄 那個工作人員 一聽到 就趕快轉過來 雙手接過那兩張符 他們兩個這樣的反應 都是很正常 當然 青山精神病院 陳大師的符咒 現在市面上 炒到幾皮一張 比那些黃牛佬還貴 還要玩手 不一定是真的 這些東西 有價值比真金白銀好多 拿到好處的工作人員 就 莉莉娜娜開始通水了 其實這一期 對陳大師這樣的高人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蘭木組隊那些鬼 全部都是嚴格把關的 首要的一條就是 絕對不可以傷害那些 參賽選手的性命 如果到時 你真的賴死在酒店不走 他們也催你不將 不過有一件事 就記住 千萬千萬不要離開酒店 離開酒店 就算是失敗的 而且到時 只可以陳大師 一個人參賽 黃先生 和這位小姐姐 只能在酒店外面等 黃鼠狼咬頭 啪啪陳翠的手說 陳翠 你聽到沒有 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不可以離開酒店 本大翠 又不是龍的 需要你這隻小貓來提我嗎 黃然 黃然 box 龍的 紅 紅